大家好,我是杉米,今天是2023年11月16号,周四 今天呢,我女儿的车预约了一个刹车变更换,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呢,刚刚下课,因为是一点钟的嘛 我就不回去了,然后米萨给我带了便当 我先去过苏比斯这边里面呢,有非波炉 去加入一下便当,吃个便当,刚好也这个时间也够 在哈利法克斯的苏比斯这个里面呢,大部分的 这个苏比斯分店里面都是有这种微波炉的,以前呢 我是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要去送海生啊 送给哈利法克斯,就是室内的这些朋友 或者是去收快递呢,都是不会去回家 因为你回家以后就是吃个饭,然后要出来 来回就是有四五十公里,就很不方便嘛 所以说都是在苏比斯这边加热 吃完饭来到停车场,小伙子早已经到了这里 我是特别佩服这些小伙子,我讲这些留学生啊 他们远比我勇敢,就冲着这一点,我都特别佩服他们 虽然说我见到很多的其他的我的同龄人,对这些留学生 大部分都持批评的态度,但是我遇到的所有的留学生呢 我认为他们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值得我去学习 我在他这种年纪呢,我绝对没有他们这种勇气去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 一个陌生的体系,陌生的语言和一个陌生的国家,这样逐步的去学成 然后展开自己的生活,真的特别特别的难 所以说我觉得那些留学生的父母啊,其实也要换位思考一下 不当是你要就在经济上面去给他们一些资助 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性的一个沟通,不要呢就是一给到电话给孩子呢 就是说哎呀我这边赚钱不容易啊,哎呀你应该就就是更加的努力啊 什么东西的,这个无形中又跟他施加了额外的一个压力 因为本来小孩在国外的话呢,学业上也有压力,语言也有压力 整个体系也有压力,而且就是很感到孤独嘛 所以说父母其实还是要有一种良性的沟通 小伙子已经跟我换好这个车的刹车片了,他现在开出去外面试驾一下 我们来去参观一下他这个车内的设施吧 今天来修车的这个小伙子呢,是我油管频道的一个关注者 已经关注我很多一年了,他说他来了加拿大以后就关注我了 我这个冷胎是我的自己车上的冷胎 因为东胎嘛,上次换冷胎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气门心把它搞破了 今天也在他车上换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小伙子呢 那是我2021年麦海森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他还在另外一家公司上班 现在他就跟这个小伙子一起就是买了这部车 然后在这个车上面装了这些修车的这些设备 然后移动的可以去给大家去上门的一个服务 而且他们主要是有华语的服务 而且价格跟这边最大的CAA 几乎说价格都是相同的 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 而且呢,我对加拿大这边办任何事情的英文预议 对我这种英文不好的来说呢 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华语服务的出现呢 也是可能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另外呢,他们会提供上门的服务 这一点呢是我以前2014年在加拿大安省的这边去换轮胎 每次在Costco第一个要去预约 预约以后呢,你要把车送过去 送过去那里以后呢 你要在Costco最少逛两三个小时以后 等他们搞好以后你再把车开走 如果你在上班的话呢 你最少要向公司去请半天假 如果你是在上学呢 你也要跟学校去请假 专门去换这个冷胎 最少耗费半天的时间吧 这两个小伙子呢 把这些修车的这些设备啊 包括这些装卸冷胎的这些机械啊 还有那个动平衡的那个设备啊 全部装在车厢里面 他们就可以移动的去提供上门的服务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要因为每年的两次的这个换胎啊 或者是保养换机油啊 这些东西去专门去跑了 而且呢他们提供道路的救援 就是你的车啊有可能是没电了 或者是你的车胎是没气了 在这几年的哈利法克斯这边呢 会越来越多的滑轮会碰到这个问题 因为呢 这两人的新车呢不容易拿到手 所以说大部分人呢过渡的时候呢 都是买旧车 旧车就特别容易遇到这种情况 大家就可以留存一下他们的电话号码 到时候就他们也会提供道路的救援 而且也是特别特别的便宜的 我呢就去前面海边去甩两个 看看有没有马脚鱼 假的说有马脚鱼的话呢 又可以来去再去钓一波海鲁鱼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